珍珠球比赛是满足传统体育项目 是介于篮球 手球基础上而成 器材简单 有超网 球拍和珍珠球 它源于满足生产劳动采珍珠 现在是少数民族运动会的竞技项目之一 为了增加难度呢 我们把珍珠球换成了水球 那马上比赛 加油 珍珠球比赛规则 双方队垒每队出六名队员 每队有一名接触队员在得分区内活动 用网多接触队员投来的水球 每队有三名队员负责防守或进攻 每队有两名持球拍的防守队员 用拍子拦截对方的水球阻止进攻得分 在规定时间内进水球最多的一组获胜 比赛开始 蓝队轻松率先进球 赢得一分 两个队员不甘示弱 比赛十分激烈 蓝队再次出击 多个小五红扣一拍 阻挡蓝队进球 黄队队员一个高空抛球 直击成王 为本队赢得第一个进球 双方一比暂时打平 浑浑的冰雨在脸上 浮浪的泡 浑浑的眼泪更喊 与万臣一块 眼前的色彩 呼呼来飞也难 比赛到了白热化阶段 双方队员拼抢十分凶猛 蓝队突破冲围 将球打入 路阳队再获一球 蓝队队员按地转移水球 闻准狠迅速投球 为本队再赢一球 三比蓝队领先 在蓝队的紧逼下 黄队队员不甘示弱 带球过人 可惜在蓝队的防守下 失掉一球 继续加油 天空的云越来越低 眼看就要下雨 场地停用 过了比赛继续进行 临时更换场地和游戏 新的一轮比赛 马上继续